荣山村的宜兵活动中心 这一栋是民国88年建造完成的 那我们这栋活动中心 唯一没有被宿政府收回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一页数补助的 一页数补助的 所以我们活动中心 现在不归宿政府 是我们社区发展社会在管理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 就是有那个统根鸟的游戏造型 统根鸟游戏造型 你看底下有那个溜滑梯 其实溜滑梯在88年刚完成的时候 也是很新 但是经过十几年了 就坏掉了 因为全部都木头 那我们在19年 在做社区营造的时候 我们不舍把它毁掉 所以我们整修完了以后 就用统根鸟的造型覆盖 让这座能够继续来使用 那我们现在这一座游戏的场域就是我们称它为亲主互动的场域 因为有很多机敏带他们的小朋友 还有游客带他们的小朋友来这边休息的时候 可以一边跟小朋友的一些互动 那接着你们看一下那个花架 花架上面有黑便皮鹿 那个黑便皮鹿是我们那个助工用报纸、卫生族做的 那因为已经有四五年了 所以有一些老旧啦 有一些老旧 但是那个是代表我们在地的一些特色 因为黑便皮鹿每一年 像现在这个时段都会飞到黑便皮鹿的保育中心那边 黑便皮鹿的保育中心 那里边下面有那个就是虎球啦 那你现在看到的虎球是我们助工到西湖的沙洲那边捡回来的 那捡回来他们彩绘了以后就变成了艺术装柱啦 这还有用柯串来点缀 我们助工就是那么可爱 他们就是喜欢把整个社区装住的像怡村这样 那我们这些装住都是助工的创作啦 那同时我们也要感谢我们的助工 我们的助工有五十位 五十位他们都是自己在 我们跟他分组 他们会去任养助己的地方来整理环境 那等一下你们看到的环境 很整洁很清洁的时候 你们会感到很压抑 就是说那个渔村怎么这么干净 曾经有那个小朋友来说 你们那个社区怎么都没有那个脏乱的景象 其实都是要感谢我们的义工 他们每个礼拜 他们会去任养的地段会去整理 会去来打扫这样 让整个社区显得很干净 所以我们才有那种勇气参加国际移基社区大奖 那我们参加国际移基社区大奖 我们也得到同组奖 这是很高的容易 因为整个他们在参赛过程中 有数百多个单位去报名 他们英国总部那边第一次筛选就剩下两百位 那两百位在我们到国外去比赛的时候 就两百位在那边PK PK完以后剩不到一百位入委 那我们是得到同组奖 谢谢你们 那应该是要感谢我们的助攻 因为他们很努力在为我们社区的环境在做 谢谢大家